大家好,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3年7月31日。 周一傍晚,女子世界杯分组赛继续上演精彩好戏,其中深处壁组的加拿大女足将对阵东道主澳洲女足,两对上轮分组赛结果不易,其中加拿大女足取得宝贵的胜利,球员对此受到极大的鼓舞,而且对阵澳洲女足往际占优,她们莫伦当然希望取胜晋级。 平级对手的乌龙大理,加上前锋利安在下半场的入球,最终加拿大女足上轮分组赛以2比1逆转爱尔兰女足,成功取得3分的同时,她们还将出现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上轮比赛,加拿大女足多项关键数据都压过对手,诸如控球率以及射门次数等等,但可能是4分钟的早早失求令比赛泛起波澜。 加拿大女足目前手握住4分,出现形势良好,她们莫伦甚至只要保持不败就能够顺利晋级16强,当然阵中多位好手肯定不会掉以轻心, 毕竟队长谢斯费林明以及后卫卡戴沙币查篮等人已经有超过白场的国家队经验,她们深知国际赛场的不定性因素,所以未免夜长梦多,本场比赛还是要力争3分。 澳洲女足上轮分组赛与尼日利亚女足上演入球大战,双方合共贡献5个入球,只可惜,前者轮位失利的一方。 原本,澳洲女足是首开记录的一方,但后防线的专注度不足,她们在一分钟后就被扳平比分,而下半场被对手再入两球,直接葬送这场比赛,不但如此,球队更有可能因此提前出局。 需要指出的是,澳洲女足分组赛至今军场有过20次射门,而且军场命中目标只有4.5次,前场进攻时在浪费不少机会。 另外,澳洲女足最近4次对阵加拿大女足全部以失利告终,头二场都是较未远古,参考价值时数不高,但2022年的二场失利就表明双方竞争力的差距。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